相比于NBA其他的球队勇士队,似乎不太像一支职业篮球球队,而是更像一支娱乐球队,总喜欢三天两头制造点新闻。 从去年总决赛期间,其实勇士球迷互喷群开始,互喷群事件从根本上是非常恶劣的,最终也引起了国家对网络环境的进一步整治,勇士队就成为了最喜欢上热搜的球队,大到签约考新思小到库里失误只要留点事儿,总能上个热搜,今天在北京时间2018年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早上勇士队又坐不住了。 第一个新闻是麦考加盟骑士,早上一睁开眼睛,看到了很多的篮球自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。 一个如此边缘的小球员,签约能引起所有篮球自媒体的报道,实属罕见点开评论。 部分勇士球迷们纷纷留言祝福他拿到了心仪的合同,同时还能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。 但也有些人表示,不理解为什么不留在更大的舞台,不过艳却安之鸿骨之志。 祝福麦考第二个新闻,是让勇士球迷更加关心的。 就是考新思终于忍不住了发了一条暗示自己的要付出的推特。 勇士对这个赛季表现,不如从前暂时依然保持在争贯队伍中说到底, 还是因为他们阵中还藏着一员大将,那就是考新思关于考新思付出的事。 到现在传出了无数个版本11月初的时候,说圣诞节前后就要付出, 到了12月中旬的时候,又传出考新思一对一训练格扣杜兰特的视频。 现在圣诞节已经过去了,官方还没有发布关于考新思付出的任何消息球迷们, 看到勇士对打得如此之差,都在心心念念的等着考新思付出, 似乎考新思付出一切问题都可以领认而解。 考新思推特的内容,可以简单地翻译成,几乎是时候让我回归了。 现在谁想在NBA2K19里面对有我的勇士很多球迷都说,考新思推特发游戏截图。 这算什么但是关注考新思的人都知道,他从来没有在社交媒体上。 这么明确的说,要付出了这一条推特,已经算是一个非官方声明考新思付出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